賴清德PO臉書 禁令28自己沒去 大家就很激開 他說把光環讓給蔡英文 沒有公開活動 只有臉書 難道是主場留給蔡英文嗎 外面也在問 另外聯合報的黑白集說 賴清德是顧寬敏的遺憾 因為顧寬敏很愛賴清德 覺得他是台獨精孫 但是顧寬敏一輩子的職志 一輩子最大的心願 就是正名致憲 那你賴清德要選總統 應該講說我當選總統就是正名致憲 這才叫繼承一致 那否則叫什麼台獨精孫呢 如果當選以後 沒有 我要什麼和平保台 你到底要搞什麼呢 一個人的政治上的職勢 可以這樣輕易改變嗎 為了某個政治職務就可以改變嗎 好 那麼為了搶年輕人 因為很多年輕人跑到民眾黨那邊 賴清德三月開場展開 跟青年對話 找了很多呢這個KOL 這個所謂的Key Opinion Leader 就是青年的意見領袖 要展開對話 那另外呢 這有什麼登山的網紅 有這個國防 關心教育的交通的社會 財經的平權的地方暢身流 策展的設計師 大概20個人 所以要跟他們來對話 來真心對話 但是呢 這些KOL也說 說呢 這個找不到要投賴清德的理由 為什麼要投他呢 對不對 所以對他仍然保持一個觀望的態度 而且他要 年輕人票 那先聽得懂我們講什麼 不是只要票啊 那這個 而且為什麼是賴清德代表民進黨呢 現在確定了嗎 為什麼是他 青年有青年的看法了 而且當時呢 因為賴清德跟蔡英文有 你記得嗎 當時競爭很激烈 所以呢說英粉呢 心結還未及 所以呢 這個賴清德還有一些隱憂 第一個我 我算是有學過一點228的歷史 我在政大的時候 我修過台事所的學程 所以我其實非常清楚 轉型正義的核心要素 其實是避免政府濫權 我覺得我們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後 你要回到這個事情的核心價值 但關鍵最諷刺的是 民進黨在228連假的時候 當然你都出席了紀念活動 或者是你寫文章做紀念 但關鍵是你政府的作為 是推出了全民方位動員法 那這個動員法就像當初的 動員刊亂臨時條款一樣 是授權政府有無上的權力 那當歷史就擺在那個地方 當你那個時候當初也講 是因為跟國共內戰啊 要剿匪抗戰啊 現在是叫抗中保台啊 還不是一樣 加上一部惡法的輔助之後 這樣子我們的這個未來 讓他掌握了這個無上的權力之後 當然對人權是形成迫害嘛 所以你一面紀念這個228事件 然後一面跟轉型正義的精神背道而馳 我覺得是非常諷刺的事情 我覺得年輕世代之所以會離開民進黨 我覺得真的很關鍵 其實是民進黨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過於依賴網軍在網路上造成沉默螺旋 他的到處出征 其實是得罪非常多年輕世代 這個你就算談定了所謂的網路KOL 也沒有辦法說服大部分的年輕人 而且年輕人當時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獲得政權以後 民進黨替年輕人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 是背叛對不對 然後房價還這麼高 薪水還這麼低 然後呢 勞動待異 兵力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年 沒收七天價 現在18歲以上 還有現在想腦筋動到16歲以上 你到底替年輕人做了什麼事 所以我不解啊 他是一個現任副總統 然後這些政策都是通過的啊 那他去跟年輕人對話 他要講什麼 他說我當時是反對蔡英文的嗎 他是要這樣講嗎 他是要反對行政院長 他要蓋掛親手 你要去跟年輕人解釋這個問題 人家就說 那你是現任的啊 你可以制定政策啊 你為什麼不改 你當初為什麼沒有堅持咧 所以這些年輕人 為什麼不挑戰賴清德這些 卻要挑戰自己 當初為什麼跟蔡英文之間有之間 所以我覺得這次KO的 他的重點擺在什麼地方 你應該去幫年輕人 來做一些發聲 剛剛大家已經舉出來 所有的問題 我的學生也是 他們對未來的前途 是非常茫然的 你現在的工作比以前更難找 也不曉得他的明天在哪裡 可是你問他 他這次就比較有所保留 所以說我剛剛贊成啟程 剛剛所提到 賴清德是過去已經 這麼久的時間 是你們主導 你們所提出來的 蔡英文的這個證件 你把它一一來對 都完全沒有 你去跟這些年輕人 你跟這些所謂的網紅 網紅能夠給你什麼 不過這樣 又是回應到說 你在網路的聲量 他們有沒有辦法真正講出 年輕人到底缺乏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賴清德又做過行政院長 沒錯 對不對 又做副總統 對不對 現在又是民進黨主席 你要聽什麼 是決策核心嗎 最大的 最大的那個 難道這都跟你無關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歡迎訂閱